这里是深圳著名的锦绣中华民俗村旅游区 这个是锦绣中华锦区门口 看不到什么人 空空如也 这应该是我印象当中来锦绣中华锦区 唯一一次这么凄凉的感觉 我们看一下锦区门口的商店商铺 都没有什么人 深圳有几个非常有名的旅游景点 一个是世界之窗 还有一个欢乐谷 还有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锦绣中华 锦绣中华也是深圳华侨城 在1989年打造的一个文化主题景区 总占地面积达到了32万平方米 那它目前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文化主题公园 前面就是锦区里面非常有名的赛马场 这里来看一下锦绣中华的门票 成人是220块钱 小同伴票是110 这个是门市价 那如果说是团队呢会优惠一点 个人在网上买票应该也是21220这样 我们看到这个是售票处 也是没什么人 平时来这里那都是在这边拍着老长的队了 有点像打烊的感觉 其实可能跟这个有原因 今天它是暂停售票了 夜场也停止开放 应该是里面搞一些维护 所以今天是暂停开放 没有借贷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那正常再怎么样 这个锦绣中华门口还是会挺多人的 好了 这里就是深圳锦绣中华景区的广场 中国民俗文化村 很多人来这边呢就要在这里拍个照 锦绣中华这个景区呢 它是地处深圳的南山区 就在深南大道边上 我们看到左边这栋高楼呢 就是深圳华侨城集团的总部啊 这个锦绣中华这个景区呢 就比较适合带父母过来看一看 因为它里面很多一些这种景点啊 大大小小的景点呢 都是比较具有中国特色 民俗风它的这种文化底蕴会比较浓厚一点 所以呢 带着父母小孩 可以来锦绣中华里面去逛一下 白天逛一逛 可以下午进去 然后呢晚上再看个演出 在晚上大概八九点钟出来 这样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两个小孩